罗里司机危险驾驶造成死亡车祸频频上演 上个月在南北大道上就发生了一起 罗里失控撞向多辆汽车 引发大火酿成五人死亡的惨剧 相信大家都还印象深刻 事后交通部长陆兆福也针对这一起意外指出 交通部有意要修改法令加重刑罚 会造成死亡的车祸的那些司机的驾照会被终身吊销 今天陆兆福在谷会透露 除了强制所有的巴士安装壁路电视 而交通部现在也考虑要把这项措施套用在罗里上 我们来关心一组国会热报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在国会问答环节 回答行动党国会议员邱培栋的附加提问时表示 交通部会进一步研究 强制罗里安装壁路电视的可行性 陆兆福也指出 政府将会考虑一并惩罚 赵霍斯基所属的罗里公司 包括接受执法单位的调查 房地部长组莱达今天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 被问到是否将拟定全国路牌指南时表示 国内路牌事宜一向都交由州政府执行 但是房地部将会研究是否有必要 拟定一套路牌指南来统一全国路牌的规格 另一方面冒销部长赛福丁今天在国会问答环节时解释 如果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下滑 那么政府明年推出新的汽油津贴机制之后 收费群体将会享有比目前每公升两零几二十三 更便宜的转九五汽油价格 赛福丁也透露 财政部目前已经公开招标 领选承包商负责运作新的燃油津贴机制 并放眼在明年第二季正式开跑前 先分阶段的逐步推行 让大众有时间适应这个新机制